已经这么长时间 因为以前经历 在2003年的时候经历SARS的经验 以为会很快会过去 以为这次的疫情会很快是过去 但是一个哲学家说过 一个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 就是经验是不能照搬的 每件事 每个人 每个年代 甚至每个病毒都不一样 当然我们都非常盼望疫情很快的过去 直到目前为止 谁也不敢夸口 说打了疫苗后 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就可以很快就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我们都是想知道 想往明天 盼望明天 不仅是希望的源头 有时会将今天该做的事 而不做的借口 说明天吧 就叫明天 我明日 扶明日 我们都知道这首诗 明日扶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我生待明日 万事成绰托 所以很多人也常常对学生说 要马上按时完成功课 那为什么今天做的事要留到明天 因为我们觉得明天 太阳就是每天早上升起 没有理由认为同样的意愿明天不会发生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会夸口的原因 我们不知道明天谁来掌管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不如我们掌控 上个礼拜呢 讲到在也是同一章 在雅各书第四章前半部分 讲的是要在生活当中要顺服神 不要被私欲所控制 在生活当中要用神 从神掌管 因为祂是掌管一切的主 那就要除去我们骄傲的夸口 对自我的罪悔改 清洁我们的心 那当亚当人类的始祖 亚当犯罪之后 所以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似乎人知道善恶 要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 同时呢 也进入了骄傲和夸口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善与恶的观点 每个人都非常善于发现别人的恶 所以许多人也会高谈阔论 夸夸其谈世界上种种的问题 好像只有自己才看得最清楚和明白 和自己的观点不一样的人 就认为他错 我对 成为异己 所以也有句典型的名言说 举事结拙 我独清 众人结罪 我独醒 这就是骄傲 带来 自以为是 骄傲和夸口 那表现的形式 也是千差万别的 或者是精彩分成的 那今天呢 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来看 除去骄傲的夸口 带来 和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那圣经说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骄傲夸口的树 不会结谦卑的果子 所以我们的生命 要需要改变 而且彻底的更新 除去骄傲的夸口 如果靠着自己 是不是不可能的 骄傲带来夸口 它的反面呢 就是谦卑 那这段经文呢 就是谈如何 谦卑 那种生活的样式 让我们看 我放下全屏 我放下全屏 在十一节十二节呢 这里说哈 弟兄们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循律法 那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 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 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 竟敢论断 竟敢论断别人呢 那在主面前 谦卑的人 不会随意 用审判的眼光 或用恶言 狂语 来批评弟兄 或论断弟兄 那彼此批评的人 是没有把自己 当作一个律法的 遵行者 却把自己 当作一个法官 或是当作一个 高高在上的 审判官 忘记了自己 也是一个 要受审判的人 所以呢 于是夸口的样式 就出现了 那批评呢 人们的意思有 毁谤 或者恶语重伤 那论断呢 论断的意思就是 判断和审判的意思 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就是藐视 神所说的话 遵循律法呢 意思就是 律法的遵行者 判断人的 意思是法官的意思 所以呢 这里 那么在 第四章十二节呢 是说 设立律法 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 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 竟敢论断别人呢 只有神 是那位设律律法 和判断人的 人 自认为自己是判断的 就是抢夺了神的地位 替代神 来判断人的对错 往往 就会随之而来的 就是 夸口 因为不认识自己是谁 那我们 根据真理 来分辨是非 实际呢 就像 是在 雅各书第三章 所讲的 从上头来的智慧 用清洁和平 温 温良 柔顺 蛮有怜悯的言语 那 属地的智慧 就会用 嫉妒 纷争 用恶言 论断别人 就会带来 咬乱和各样的坏事 这个也会造成 世界的混乱 和生活当中 种种的 纷争的原因 像是上次说讲的 争怒的原因 甚至战争的原因 那么在家庭生活中 也是如此 常常家人 指责对方 或者孩子教育 教育的时候 教育孩子的时候 常说的话 我是为你好 还这样说 还这样严厉批评 但是有时候 彼此批评甚至论断 有时候会带来伤害 很难说 真的为你好 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 什么是对对方好 所以也不会有同理心 有时候会说的话 是夸口 因为觉得站得很比你高 会批评 那有时候常常 会教训的口气 说我比你懂得多 小孩你懂什么 所以我们有句话说 有些年长的 会说年轻的 我吃的盐 比你吃的饭多 我走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多 好像这句话 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么耶稣在福音书当中 给我们看见 他是如何对待犯罪的人的 很典型的 他对一个行人的妇人的方式 不是忽略人的问题 也不是定人的罪 而是要救赎人脱离罪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所以先是要省察自己的问题 在查看他人的问题之前 确定如何处理我们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懂得如何帮助别人 那么如何判断的问题 雅各并不是禁止我们省察问题 而是禁止诋毁他人 而去批评论断 为什么不可彼此批评论断呢 这里列导到 首先批评论断呢 会破坏与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 同样也是轻视律法 违背律法 甚至不遵循律法 是取代神要设立律法 而判断人的 那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呢 谦卑 要我们谦卑好 不是自己做主 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计划 好像自己可以掌管一切 那么这段经文很形象 13节到17节 这里说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竟 以脏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的 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 那甲哥在这里呢 并不是禁止我们做计划 而是要我们知道 谁掌管明天 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 各样的事情 都要计划 大家每天都在计划 神是要我们 是有计划 人人都是需要计划 在路加福音 还告诉人 说你们 哪一个要盖一座楼 不先坐下来 算计花费 能盖成不成呢 能盖成不能呢 那耶稣告诉我们 要为将来计划 要积财宝在天 按照神的心意来计划 那甲哥在这里 警戒我们 不要像这样的计划 就是自己做主 我要去哪里 我要做什么 与神没关系 这是亚哥所警戒 那我们的计划 不是自己做主 因为 不知道明天如何 同样呢 这段经理提起来 我们说 生命是短暂的 生命如同云雾 神掌管一切 那自夸呢 是骄傲 那有时候 没有去做上帝 要我们去做的时候 那首先就提到 花口的问题 这句话很形象 说 以特别的方式 说明花口的问题 那甚至呢 描述了 一组三人 在一起讨论 他们的计划 和生动的图画 你说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那当时呢 在罗马帝国的城市里 是充满了各种商业的活动 那许多犹太人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四处分散 所以他们 在这些 做生意当中呢 也是相当活跃的 从教会历史当中 也看到 以色列 他们被所逼迫 分散到四处 那很多呢 商业呢 因着商业的原因呢 他们就定居在 地中海沿岸的各城 因为考虑交通啊 那可以想象 商人们 在他们计划的中 光过去 甚至现在 可能会在 有一个大地图的桌子 桌围 筹划 我们下一年 要去不同的 不同的城市 或各种的交易中心 目的呢 是要 赢得有利益的市场 他们可能指出 这个城市 会有怎样的生意啊 有酒啊 有石绸 有珍珠 有很好的市场啊 那可能在这个城市呢 会有珠宝啊 黄金啊 刺绣啊 颜料啊 他们的计划 就是要做买卖得利 那雅各告诉我们说 现今你们 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的是恶的 所以呢 不要误解雅各所说的 他不是指责 仔细的计划 或做买卖得利 圣经呢 有多处叫我们 做生意 用比喻啊 甚至用柴干的比喻 不用了 不要懒惰 生活当中要努力 做生意的人 不计划在先 是不称职的商人 一个学生 对考试没有准备 和计划 是不称职的学生 一个父亲 不考虑长期的 家庭财政的计划 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一个母亲 不考虑家里的事情的规划 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 那上帝赐给我们 有计划的智慧 人如果不做计划 都是不称职 不尽职 和尽职的表现 所以我们要清楚 这里有了说的意思呢 是在计划当中 所以雅各所指责的说 在计划当中 无视上帝的存在 或不承认 上帝的掌管 或是人来掌管的 将来的态度 所以雅各这里挑战 人的本性上 志大的骄傲 忽视现实和上帝 甚至在所有的事情上 都是要靠自己来掌管 所以雅各呢 给我们 给我们有两个原因 为什么要 对未来不可夸口 因为对未来不可夸口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明天会如何 所以十四节说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能计划 而不考虑只有上帝掌管明天 我们是否有将来 或将来如何 并不是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 其实每一天会如何 我们都无法确置 我想这次的疫情 也让很多人 能看到很多的人生当中 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 有很多的改变 很多的计划 甚至都取消 都改变 还是要面对 还要面对新的计划 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对未来不可夸口的原因呢 是因为 不确定 会过多久 所以雅各这里说 你们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 那在诗篇 诗人也提到 提到的人生 在103篇 15节16节这里说 自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他发望如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 便归无有 他的原处 也不再认识他 所以雅各的指出呢 我们生命是短暂 生命的每一天 每个呼吸 是要完全养来神 在诗篇139篇16节 这里说 我未成行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车上 所以雅各的指出 既然我们生命是一片云雾 我们应当避免在 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 傲慢 脏狂之大 就像我们可以掌管一切 所以这个经文强调地说 神的掌管 所以15节说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哪事 那这样我们为明天 或下一周 下个月 明年五年十年的计划时候 上帝要我们按他的指引 这保罗在《史图经传》说 实际上说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说这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神学的陈述 而是从保罗的一生的侍奉 和他所遭遇的可以看出 他生和死都是为了基督 那主若愿意 是不但承认 并且顺服神的主权 在我们生命当中 全部的计划 那主若愿意 我们推行新的项目 主若愿意 我们可以 可以有 我们所需用的钱 金钱 我们可以有的工作 有儿女 及其成长 或者病得医治 问题得到解决 我们等 这并不是说我们懒惰 懈在和不尽责任 所以呢 这里提醒说 要计划 并努力实施计划 并晓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 有最好的计划 箴言是六章九节说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唯一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箴言二十一章三十节说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 谋略 抵挡一和华 所以这也是 像雅各书 这段所说的意思 不要张狂夸口 反正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就是他的罪 所以当我们知道上帝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全部的主权 那我们每天 每天生活 不能否定真理 如同没有神 认为自己的命运 就是自己的主宰 由自己来主宰 这是罪 那这里呢 也提出 让我们承认神的主权 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那么在 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是我们要信靠神 那刚刚读的经文 箴言四九章二十集说 人心多有计谋 唯一要华的筹算 才能立定 那我们的计划 是暂时的 我们有计划 上帝有更好的计划 这是为什么我们 会改变计划 为了适合神 最好的计划 但有时候我们会遭遇 很多的问题 或困难的时候 有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的生命 不是偶然的 或者无意义的 所以罗马书 八章二十八节这里说 我们晓得万事的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 被招的人 神可以化福酒为生气 在我们当中 一些人会面对着 不同的困难 有时候不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境 为什么很多事情 没有改变 那有时候也会流露出 我们生命的问题 因为无论我们处在 何种的处境当中 神的话不改变 特别在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这段经文说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 心是一天 我们则自占自卿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那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这是一个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变 环境有变 但内心被神 我掌管的环境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清楚的明白 神掌管一切 包括我们的动作存留 那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要真的信靠神 我们现在的一切的困难 都有神永恒的旨意 从终极看眼下 所以就会明白神的心意 那我们也会常常提到 神的旨意 那我们如何面对神的旨意呢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 应该做计划 雅各在这个问题当中 也问一个问题 那我们是如何做计划呢 那我们有没有祈求 神参与在我们计划当中 可能你买房子 买车子 换新工作 或度假 甚至教会要开展 不同的事工 有没有祷告 寻求神的意识 那对单身的 引擎人说 如果你碰到 一个能认识 很好的异性朋友 你希望成为你将来的配偶 有没有寻求神的意识呢 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是配合的 不是单单是我们自己的喜好 那很多人 大概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 可能是 失业 生病 等面对了很多困难出现的时候 那有时候 平顺的时候 时候觉得 要靠自己应付 还有人说 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要 需要神来管 那也有人 来求助 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姐妹 她呢 想做一个生意 买了一个生意 非常的忙 很久呢 不见人影 那有一天呢 就是跟我们哭诉啊 她当时所遭遇的困难 要 要 我们祷告 就问她 你当时计划 要买这个生意的时候 祷告了吗 她说没有 她说因为时间紧迫 当时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 没想到会这样 所以当然呢 要需要祷告 需要先做悔改的祷告 来求神怜悯 帮助你解决 目前的困难 所以呢 不是人人都寻求神的旨意 很多人都凭着自己的意识来决定 那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来 向神祷告 就如同像今天 很多青春期的孩子 自以为自己的聪明 能搞定一切 遇到困难了 来找父母 所以呢 雅各圣灵经文 也是提醒我们 对神的旨意 应有的态度 那对神的旨意呢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违背神的旨意 因为人常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 或者自己骄傲 不认识神的全能 不知道自己是谁 是常常故意违背神 偏行己路 那违背神的结果呢 对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来说呢 就是永远的失落 永远与神的爱隔绝 结果就是永远的痛苦 那对一个以得救的人来说呢 要受到神的爱的管教 引导他走正确的路 那有的是呢 有的人忽视神的旨意 那当时的商人 计划好所有的事情 那现在的人也是如此 忙于工作 自我奋斗 那雅各呢 不是反对人 对事情要有周详的计划 他却惋惜 人在做计划时 把神排除在外 因为一切都可以自己解决 一切可以自己来掌管 如果对 今天的钱财 事业 婚姻 有所计划准备 却对永恒不做计划 这就是没有智慧的人 就会呢 聪明反背 聪明误 所以雅各呢 叹息 这些把神 排除在外 自己计划 在自理行间里呢 提到 为他们惋惜的原因 是这里 实际上说 因为生命 错终复杂 我们每天要做许多决定 大小的决定 也许都影响着我们一生 而且事情的发生 往往出乎人的意料 那生命当中 你都捉摸不定 我们固然能对自己的一生 有周详的计划 但对我们能掌握的 极其有限 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控 所以有句话说 谋事载人 成事载天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内经文也提醒我们 生活 生命短暂 我们生命好像 隐物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 是与神的关系 今天的决定 会影响到永远 所以呢 提醒我们 要定精永恒 不是浪费今生 就是投资永恒 所以我们不能把神的旨意 置之不理 或做一个一意 无形的人 或者顽梗的人 悲逆的人 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 真的让我们要 遵行神的旨意 神让我们 明白他的旨意 并且呢 甘心 乐意的遵心 那 自与行 是不可分割的议题 如果我们愿意 遵行 神的旨意 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怎样知道 神的旨意 这是很多基督徒 在问的问题 我们常常不知道 什么是 神的旨意 那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不可 忽略有几项的原则 首先 圣经的教导 那么弟兄姐妹们 常常读神的话语 实际上就帮助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主权 和他的计划 自然的定律 道德的要求 圣经告诉我们 如何行事为人 不是说 为了做好 只做好人 而是让我们 知道什么是善 并且还有得救的智慧 整本圣经 神的话 告诉我们 神的旨意是什么 那我们要 心中有圣灵的感动配合 所以我们做了决定 是否心里平安 当然并不是说 为平安 就是可靠的印证 有神的话语要配合 因为人 人的感觉是有限 不是凭感觉 有 真的是圣灵的引导 那是否顺服神的心智 有顺服神的心智 用爱神 爱人的原则 来做计划 那另一方面 需要认识自己 有怎样的恩赐 有怎样的弱项 有怎样的限制 什么是我们做 我们做某件事 也是靠着神 给我们构用的恩典 另外一方面 需要运用神 给我们选择的能力 给我们知识和智慧 掌握环境 和时间 和因素 等等 来判断 那么神也赐给我们 属灵的家 弟兄姐妹们在一起 有成熟的弟兄姐妹 可以提供辅导 或带导 或带导 彼此的分享和交流 那更重要的是 让主做主 就是他是掌管一切的主 所以我们需要交出我们的主权 所以保罗呢 保罗呢 他对他自己的行程 有一定计划 他的几次的宣教 但他不是坚持自己的计划 而他是愿意 让神在他的计划当中 有最终的决定权 所以在这段经文 雅各告诉我们 在做计划的时候 我们当说 主若愿意 我就可以做这个 做那 所以主若愿意 这句话 我们常讲 要是真心的愿意讲 而不是成为习惯性的口头禅 那只是当口头禅呢 挂着嘴上呢 是消极的 是外在 那我们实际更应该是 积极的 不一定要说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 愿主的旨意 成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内心 是愿意神的旨意 就像主导文所说 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呢 不是如自己的义 而是让我们的主权 真正的交给主 真正的放下自己 是让主的旨意 来成就 好吧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掌管万有的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知道是如此的 我们知道是如此的 措中复杂 但是我们知道 你掌管这一切 我们人 我们一天当中 愿意尊你为大 就求助你 引导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那在神的家中 弟兄姐妹们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